欢迎来到加点吉拿棒 如果你觉得这个直播太长没有时间看完 别担心 我们会把录音档上传到SoundCloud 让你随时随地收听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在交通的时候 或者坐家室的时候 先先没事的花手机 就去影片说明连结中下载来听吧 今天的主题是 玩具总动员4 你在收看的是吉拿棒聊电影 我们的Rex可以过来一下吗 我们的包包龙 看不清楚啊 看不到路 这个好像无法正常说话 看我们今天这个大阵章就知道 我们今天要聊的 我们有很多玩具 我们玩具总动员 我们全部角色都有 我们今天很好玩 玩具淹没了 对啊 超级都玩具的 然后就跟开来道具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 玩具装饮第四集啦 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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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部长还在高雄工作当中 所以今天只有我们三个人 要来聊这一部续集 首先呢 来跟大家 等大家慢慢进来 好的 好的 等大家慢慢进来 好的 好的 来 大家 你们最近过得好吗 不错 很奇怪啊 你知道我今天上传一个 基努李维的影片 然后 然后结果我有很多观众 说他们收到的通知 都是我那部影片的党名 因为那部影片的党名 我就直接写起来 因为反正上传会改标题 蛤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他们收到通知的 那个通知是写 直接写我用的党名 这是个蛮严重的bug吧 对啊 YouTube搞什么 超怪 然后他们说 我以为你上传都是memes 让我失望 欸YouTube 护能就那个鸭子 对啊 对啊 你们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吗 我最近看好多啊 对啊 你最近是不是看超多视频的 对啊 而且都好像 都看的还不错的 都没有被累到 就是 什么意思 哦 你说 最近都没有被累到 有啦 有些就是 有些看了 就可能就直接睡着了吧 那个就 那个就不讲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啊 总之就 就是 这礼拜 我就是还蛮推安娜的嘛 上礼拜也有讲过 对 卢贵松 对啊 没错没错 嗯哼 你们有想 欸你们去看了吗 我还没看 我很想看 很想看 还在我的待刊清单当中 对我也是想看 很想看 然后这周Netflix的那个 Jessica Jones的第四季还上线了 然后我也还没有去看 你也还没看啊 欸 对啊 最败超多的啊 然后还有恰吉啊 恰吉听说评价不错 对 恰吉 对啊 王世坚 王世坚 对 那个首映会那天嘛 礼拜三的时候 对啊 他只是去卖萌耶 他还手指爱心耶 蛮可爱的 听说他 对对对 听说他很配合 看到迷妹跟他拍的照 他还就是 他好像很好cue是不是 拿个道具猜一刀 很好cue 很好cue 对啊 哎呀 啊你们 我还我想看火箭人 然后还没看 还没看啊 嗯 还没看啊 然后我这礼拜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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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那个啊 寄生哦 寄生上流 你要分享一下 你要分享一下 这个 很爽哦 你说是你今年第二名的电影 对对对 第二名 第二名 哈哈哈哈哈哈 冰雪奇人2是第一名啦 不管看过了还是没看过 都是第一名 对啊 嗯 然后我觉得寄生上流这一部 这就是一部很妙的电影 就首先 如果只看表面的话 他很有娱乐性 就是他 他有惊悚 然后他又非常的好笑 就是 就像那个 凤俊浩之前的电影一样 就是在 把众多不同的类型全部滚在一起 但是他之前的 转类型的时候 都会有点 有点卡的感觉 嗯 尤其是玉子 但这一部就是完全的 无缝接轨 就可以瞬间 从很好笑 变得很黑暗 然后你完全不会有感觉 他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惊悚片 对 算是吧 你也看 我觉得他其实很难去界定他 有啊我有看 哦 只剩我还没看 我觉得超棒的 这个应该是 我就是 大家如果去看我影评的话 我是给五颗星满粉 哇塞 对 我是毫不手软就直接给五颗星 因为我觉得他 他值得这一切 好像很多人说好看到傻爆眼 对 而且我觉得他是那种 他里面有一个 sag很大的一个转折 这样 然后我是 我是在在西约里面 然后是直接木更口呆 这样 就是 就是 这样 对 你那个 那个 Rex 那个隔衣效果有点好 这个隔衣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他 他里中间有设一个很大的转折 对 地方应该照我来讲 对 对然后我就 我是整个就这样 啊 哇 哇 这三小这样子 然后而且还真的是演到 我觉得可以幸福的我 他不是那种 所以他是很难以预测剧情 我觉得难以预测 而且是那种很有逻辑性的那种 非常有 接过去 嗯 你会觉得哇靠 真的是可以这样搞 这样 嗯 完全想不到 嗯 然后而且他 我觉得风月号的电影 一直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批 批判性嘛 嗯哼 就是他之前会去批判 比如说 骇人怪物里面是讲那个韩国政府 太依赖美国政府嘛 嗯 所以他为什么叫 host 就是 对就是这个原因嘛 然后或是末日列车就很明显嘛 就是在讲社会阶级的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他这一次 这部也是社会阶级 也是在讲社会阶级 然后也是在讲一些贫富不均的事情 南韩的社会阶级 嗯哼 对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讲的比 讲讲的比末日列车好 对 更微妙 对对对 或者是我们 我觉得 我觉得他在看的时候 会一直让我想起我们 就不只是社会阶级这个问题 嗯哼 还有他里面用的各种设定 还有意象 对 就包括地上跟地下 这种东西 嗯哼 就你看了之后 对对 你不要再讲下去 你不要再讲 对对 没有就是地上地下 我没有报线 那个岁势 岁势像 二席呀 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 他完全没有科幻 他不是科幻 应该是说 那个主角的家庭啊 比如说 他 比如说他是到 一个富有家庭去做家教 或是保佣啊 嗯 那富有家庭 他可能 家的那个配置 就会比较高一点啊 然后或是 呃 但是反观到 那个主角 他们贫困家庭 他可能是 没有钱 然后去租一个公寓嘛 他可能去租一个 什么半地下室 这样子的地方 这样 就是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种他的意象 是很明显的 好 对 非常期待 非常推荐 下礼拜五上映 哦 还没上映 对 好 我等上映再去看 没错没错 慢慢看个 好 那今天也差不多可以进入 我们的第一part就是 电影新闻 他会不是带不上去 是带上去之后会被削 带得上去啦 他刚刚就直接 那个整个声音被block掉了 对对对对 我真的很爱这个 很可爱 你要秀一下你的那个后面的小身体吗 他后面还有一个小身体 他身体 超可爱 这只马也有 这只马也有 后面有一个 对啊 很可爱的身体 超级Q 好 好啦 我们来进入就是第一part好了 刚好 立方也做了一支 Kiano的影片嘛 阿公 有阿公 阿公 你那边的时间是早安是不是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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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哇 谢谢谢谢 谢谢阿公 嗯 大概是 阿公 太棒了 不知道 好啦 可能是哦 嗯 立方 立方做了一支Kiano的影片 刚好今天 今天前天又有一个新的Kiano的新闻 之前不是一直在传说 他可能会演Internals嘛 嗯 然后今天又传出Kevin Feige说 前几天有跟那个Kiano吃饭 然后就说 有安排他要进入漫威宇宙 但还不确定会是面那部 我们都很努力的在想 一直都讲这种话 我们很努力的想把他安插到一个最好的位置 Kevin Feige说 每一部电影都有找过他 是哦 每一部 他说每一部电影 然后就有看到有些网友就说 其实他超级适合演奇异博士 是蛮适合的 很适合 因为之前演过康斯坦 他很奇异 他很奇异耶 他很奇异啊 对啊 大家觉得如果Kiano Reeves要 所以之前传闻说 演永恒组这件事情也 应该不是完全正确 可能 没有确定 但是就是可能 有找过他 真的有认真找过他 然后最近还在谈 因为其实就我觉得 演永恒组蛮适合的 因为永恒组就是一种感觉没什么情绪 然后基努李维就是他的招牌就是 他招牌就是没什么 就是他会 他的声音 讲话的一样音调 他的声音 他表情看起来很真诚 但就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情绪 我们大家都喜欢基努李维这个演员 但老实讲他的演技其实并不是很好 他就是一号表情啊 对 好 我们等下来聊他这次 就是那个在那个演卡布尼的那个 我还蛮喜欢他这次演的卡布尼的 老实说 好 以上就是Keanu的部分 对啊 然后接下来呢 刚刚呢 应该是刚刚啦 那个怪奇物语第三季的预告也释出啦 真的假的 对 这一季是要在7月4号上线 然后就是所有的演员都会回归 然后一样是Duffer Brothers监制 然后这次好像第三季和第二季会有一个时间跳远 因为他们都长大了 所以没有办法联系 所以他们就是讲几年后的事情 然后第二季最后的结局 不是他把那个门关起来吗 有两条笔形的门关起来 然后这一季就是 那预告我们就说 其实门关起之后 怪兽在外面不是在里面 他们把怪兽关到外面了 关在外面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觉得预告看起来还蛮 规模感觉就是有完全超越前一两季的感觉 你们有在期待这一部吗 我其实 因为就真的要看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我前两季是都很喜欢 但是 就真的要看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就是很多期待感都会被稀释掉 真的有一点 稀释掉 对啊 就很多很期待的东西 太多东西要看 太多东西要期待了 所以期待 心智能量被分散掉 对对对 懂我意思 你有看前面两季 我没有 你没有看 虽然你为什么你不考虑入坑一下啊 我一直很想看啊 就是第一季我看到中间吧 对 就没有看下去了 对然后就我不知道什么 就是你知道太忙了就被稀释掉了 就你也被稀释掉了 你是时间被稀释掉了 第二季才出现那个哥哥他的 他后来怎么样 我有点忘记 哥哥 就第二季才搬过来的那个 那个男的 who belli 不是 啊那个那个很叛逆的 一个帅哥 然后有小胡子的那个 他后来怎么样 坏学生 我也忘记 我也忘记了 第二季 第二季也不过是去年前年是吗 前年之类的 其实也隔一段时间了啦 小朋友都 小朋友都长大了 对 讲到这边有个Max 他在说Good Omens 我就想到刚刚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新闻 什么 在讲说 哦对对对 讲说基督徒就是抗议说 这个Good Omens 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崇拜撒旦的东西 然后他们看他不爽 然后我们就有两万份联署要 要求这个影集下架 但他们联署给谁呢 他们联署给Netflix 但是其实是亚马逊 但是是亚马逊的片 对 然后就看到就是亚马逊就很可爱 就还就是 Tag Netflix说 好啦我们会下架 就说 那我们下架怪奇物语 对我们这边来负责下架怪奇物语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新闻 这样 然后 我没看 但是我还蛮想看 我觉得他只有一季 有点可惜 他没有讯定哦 没有他只是迷你影集 哦对哦 没错 难过 没错 你看嘛 这真的是古欧门想看 然后 怪奇物语要看 然后就是太多东西要看 我最近被那个 YouTube的那个广告一直被烧到 哪一个 那个 那个 恶魔什么的 啊 EVE 那个啊 你知道他说什么 就是有一个人在夜店里面 然后他看到 嘿你是夏娃吗 那个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糟糕我们我们就是完全是打到不一样的TA 那YouTube广告只有打到你 没有打到我 看来你是那个广告的TA 你是看什么 是恶魔神探还是什么吗 哦 是吗 恶魔魔魔鬼神探吗 魔鬼神探 你说Lucifer 哦对对对对 他就 他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跳到我那个页面上面 难哦 那不其实还不错看 我觉得还行 就是因为 觉得好像感觉还不错 谢谢黄皮皮 还没看过电影 再来补直播 先懂那个 谢谢 谢谢黄皮皮 魔鬼神探 对啊 快点去看一下啊 我觉得这一集 这一集其实真的还不错啦 了解 还不错还不错 然后 这另外一则新闻呢 是跟那个 蜘蛛人宇宙有关的 就也是 Kevin Feige最近又在说 呃 就我们之后是 可以考虑蜘蛛人和猛毒可以 cross over 一下 但是也要看Sony那边的想法 然后现在又 那上次不是问号 然后现在又把问号丢回去就对了 我就是 其实是看Sony那边 我们这边是全力支持 我真的觉得Sony真的 真的 最近一直在秤漫威耶 对啊 秤到我觉得哇塞 他们这样子 美来眼缺到底是在演哪一处啊 但是 但是 我怎么样秤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说现在 Sony是 怎么讲 是只是共用 跟漫威共用 这个MCU的宇宙观嘛 可是版权还是在Sony身上 对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 Sony拍蜘蛛人系列 虽然在MCU里面 但是这部电影 他的赚钱其实是Sony在赚 对发行是Sony 对 所以他才会另外又搞了一个猛毒嘛 对啊 对啊 那可是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他 他 他这个 蜘蛛人这个电影啊 嗯 他要 要宣传要干嘛 嗯 然后或是他最近又要找 那个 雷神跟 跟女武神 然后来演那个 MIB 你不觉得就 有一点点吧 就是一直在 趁那个MCU的 你说就是吸他们的人气 对啊 然后而且他们两部好像还一起宣传嘛 我觉得是 就是 蜘蛛人 离家 离家日跟 MIB是一起宣传的 就故意放在一起 可以让人产生 哦哦哦 他们一起去哪里啊 哦哦哦 你说 哦 理科太太 对啊 他们不是一起去 然后 然后那个 不是还会出那种就是 面对面在面互相的那个专访嘛 哦哦 对啊 就是 哦哦哦 我懂你 你知道我来说什么吗 懂你 互撑一波 互撑一波 对啊 互撑一波 商人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就是 比起就是 迪士尼和福斯合并 大家一直在讲 就 战警 加入之类的 我觉得 蜘蛛人和猛毒 crossover 这个完全比较容易达成吧 这个要达成 对啊 这要达成就还蛮容易的 所以就当大家讲到 蜘蛛人和猛毒 就可以融合这件事 就大家就会稍微微微激动一点 可是我在看 想说他到底是想要怎么做 因为猛毒 感觉那个调性就很奇怪啊 就是一定是要整个打掉的啊 他那个世界怪 一定要整个打掉 我在猜啊 我觉得跟Peter Parkin 那个 我觉得他跟Tom Holland的那个 版本的 调性差太多 差太多啦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会比较期待的是 这一次离假日 他会怎么搞这个宇宙 因为他不是说会是 平行宇宙嘛 对 对 那说不定他要用平行宇宙来解释 说猛毒也存在这个世界 或是干嘛 但是你觉得是真的吗 你觉得是平行宇宙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是杰克格会在火烂 诶 我不知道 反正最后 真的不知道啊 反正不管最后怎样就是 就是官方说 说了算啦 是啊 是啊 对啊 他最近不是有 第一波的反应出来 就说很好看 好像有这样讲 但是所有漫威电影的 第一波反应 都是很好看 所以不太值得参考 其实啊 真的是这样子 第一波都是一些 可能Fanboy看了 就就随 随便都可以高潮 这样 对 为什么保宁是这样 我们今天 这不行吗 可以哦 好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漫威史上最佳 对啊 常常会听到这个形容词 漫威史上最佳 有人或是有看到EZA的新闻吗 EZA就是那个破处女王 Amas动言的那一部 然后今天看到新闻说 会出spin-off 然后就觉得还蛮酷的 因为像这种 他也不是个商业片 然后可能票房还不错 但他就是一个校园小品 然后可以推出番外片 我就觉得还蛮期待 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 讲到spin-off最近有好多前传电影开拍的消息 好像是耶 比如说饥饿游戏 饥饿游戏 饥饿游戏 它是明明要先出小说嘛 对啊 I don't care 然后 我也不太care 然后冰与火 冰与火啊 这个小care小care 悄悄的开拍 悄悄啊 已经开拍了 悄悄啊 悄悄的开拍 没错 好哦 我还是期待的啊 但是 但是饥饿游戏我就完全不期待 饥饿 我真的我不care 你也太饥饿了吗 我不care 真的很饥饿啊 对啊 这是硬要啊 我不知道耶 觉得很硬要 不知道怎样 没有啊 因为最后一集我没看 所以我不知道 他是 最后一集 他是已经说完了是不是 就是Catness的故事说完啦 对啊 就是小说都讲完了 那 那前传他会拍什么东西 我就蛮好奇 就可能 别场饥饿游戏 第一场饥游戏 我不知道 我知道 就跟国定杀戮日一样 the first the first hunger game the first hunger game 杀戮元年的概念吗 因为这个游戏 而世界里面不是有一些 就是什么很传奇的英雄吗 就是传奇的玩家之类的 可能就讲那些人的故事 好啦 那今天 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电影新闻吗 最近不是 NTV 音乐 那个电影大奖刚班 然后 当想让人的复仇的联盟 是就是大赢家嘛 对 然后好像很少 很多 很多 奖项 然后 比较多的新闻信是在讲说 那个 小罗伯道尼他上台讲话的时候就说 我爱大家 然后 3000 多少 这样 他讲了一个很奇怪的数字 不是3000 是3400多 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有人就说 因为是3000 然后再加上 后面就是上映到现在的天数 这样 是这样子 对 所以他不是乱讲的 对 他说3437还多少 好暖哦 就是 哪有上映这么久 我不 不是 他是说 3247 3247 对 暖暖的 所以247这个到底是什么 好像是 好像是分钟 那个天数然后乘以24小时 然后再乘以多少 这样 反正就 好复杂 反正我在想说到底是占小 为什么你们都会知道 就是他连讲话都要麻一点梗在里面 对 没错 MTV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娱乐性质的讲 247 247 就是24小时每个礼拜七天 是这样子哦 I love you 247 好哦 好的 对 好的 那我们就来进入玩具总动员的部分了吧 没错 你们有二刷了吗 没 还没 还没 好 最近你二刷 我还没 其实 所以你是要去二刷的 我想二刷 我想二刷 大概讲一下这一集 因为上一集就第三集 大家就觉得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了嘛 所以当时推出第四集的时候 大家都就搞不清楚 到底要讲什么故事 那结果他们这次要讲的故事呢 就是 就是好像时间点 应该是衔接第三集之后没多久吧 看起来 然后就是在讲说 Woody和Buzz他们一起就是 搬到了帮你的家之后 就是和这个新主人的一个相处这样 然后有一天呢 Bonnie就在学校做了一个玩具 叫做Forky 就这一只 这只 带回家之后呢 那个 被冷落许久的Woody 终于又找到他的那个 作为玩具的使命 他就觉得我千万不能让你把自己丢进垃圾桶里面 然后就是一连串冒险就要展开 然后就为了救Forky 然后他就 就遗失了 然后就在 呃这个野外 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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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 就和 Bo重逢 Bobby 重逢了 然后Bobby呢 是从第三集开始就 没有再出现的一个角色 然后这一集 就有交代他当年是怎么被送走的 嗯 然后Bobby这次回来之后呢 就整个性格大变 变成像一个女侠一样 然后就大概 他就带领Woody 去看这个仪式的玩具世界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Woody就这一集就是领悟到了很多事情 嗯 你们对于这集 所以他们当初第三集让Bobby不见是先计划好的吗 还是没有计划不是 我觉得不是 嗯 因为其实第四集的剧本要改过很多次 啊你先问你们对这集的这个 感觉如何 我要先说我对于这个八十光年没有西班牙文模式很希望 哈哈哈 他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没有西班牙文模式 尘乙利达 哎对啊怎么可以 对啊 这太过分了 英文模式和日文模式既然没有西班牙文模式 八十光年所有的功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西语模式 哈哈哈哈 这个厂商你们在做什么 这个 它 卡 拉 托 米 什么东西啦 这个厂商 啊没有啦没有啦 直接把厂商取出来 没有啦没有啦沒有啦 没有领台湾啊 沒得領台灣啦 其實Boss是Made in Taiwan的 你們要先講一下你們對自己的想法 立芳剛不是說 立芳你說 沒有你先說 他只是想抱怨那個西班牙 你想抱怨這個 我嗎 你啊 我知道你要Cue我啊 你啊 好喔 對 我很喜歡啊 我很喜歡啊 而且我覺得就是看的當下還好 但是看完之後越想越多就會 我覺得他後勁很強這樣子 對 因為他其實 我覺得很多觀眾都是跟著他長大的嘛 對 因為我第一次看好像是 小學二年級吧 喔 小二小三 我可能也差不多 你是幼稚園嗎 我可能也 我那麼小看不懂啊 我可能也是差不多小學的時候看 對 反正我第一次進電影院 然後看這部的時候 我就就是印象很深嘛 對 然後小時候看其實 其實看不是很懂 但是大概知道他在演什麼這樣 可是越長越大 你會知道說他的故事其實是在講說 我們的人的情感是投射在這些 玩具身上這樣子 然後你看的這些玩具 其實也是想到你自己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不管是看到無敵啊 或是八十光年或是誰 我覺得他這是一種 就是 你會感嘆那種時間的流逝耶 就是哇塞時間過好快 然後不管是 不管什麼事情 我們都是還是 想到說 以前的那種純真的年代很美好這樣 我覺得 我就想很多啦 然後這一部 因為他的故事是圍繞在說 如果你今天不愛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會是什麼樣的後果 或是會有什麼樣的影響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蠻打動到我 因為他之前會講說什麼 我們玩具的使命是要去討好主人 或是 我們 我們 我不知道怎麼講 玩具的價值是 是 小孩子會去玩他才叫有價值 還是說 我們被丟掉之後 然後他難道這個東西就是 一事五成或是幹嘛 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部 他這一次的 這一集 從 反面去 講說我們愛 我們愛玩具這件事情 或是我們不愛玩具這件事情 然後來反映出我們其實在成長過程之中 其實遭遇到很多這種 我們要去做一些取捨或是放手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越想就會越 雞皮疙瘩起來 因為其實你的 是嗎 你剛看完第一次的時候很淡定 我第一次看完真的超級淡定 回去才 對 因為越想會越 越陷入到那個世界觀裡面 所以我覺得我看的時候就是 那你要分享一下你最近那個影評下面很奇葩的留言嗎 很奇葩的留言 喔對 然後 然後對 前天就是PO那個影評到TVT嘛 然後我一覺醒來發現 欸怎麼留言數這麼多啊 然後看了一下 欸好精彩啊 就有人就說什麼 他就說什麼 他就說什麼 你去問問物理學家 玩具真的有靈魂嗎 大家很認真耶 他這個講求就務實 我們要有科學根據 對 因為我一直都這樣覺得啊 就是玩具其實就是塑膠組成的東西嘛 對不對 棉花組成的東西啊 要不然就是什麼東西組成的嘛 他其實 他的價值 如果你真的要用定價 或是玩具的商品售價去定義它的話 那其實那沒有意義啊 沒有意義啊 他399或是他1500 我覺得那個沒有意義啊 那是人的商業行為去操作了嘛 可是如果這件事 如果這個東西跟你陪伴了10年20年 那你有一天要把它丟掉 那你覺得你捨得丟嗎 或是說他就算是10塊錢 或是他根本就不用錢 對不對 查奇根本不用錢 他就是trash 對他就是一個 但是他就是在你生命之中 佔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東西啊 那是無法去衡量的 你不能去 你懂嗎 對就是 我不知道 我覺得越想越覺得很 你有覺得自己也是垃圾嗎 我們都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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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我就是覺得 因為像那個留言為什麼會那樣有 我覺得很 我覺得可以理解啦 你可以理解喔 對啊 因為他們沒感情啊 他們可能就是小時候沒有玩過玩具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他們不懂說玩具到底是對它有什麼意義嗎 對啊 或是他們生命中有什麼就是對它重要的 他怎麼知道玩具沒有靈魂 也許有吧 就是魔法或是什麼也是你無法理解的科學啊 也許吧 對啊 總之就是我覺得有 這個是不同的人的想法 所以我也是給予尊重啊 我只能說他的尊重 他沒有童年真的也蠻可憐的這樣 好啦 好啦 大家就是很認真啊 講求要科學 對啊 阿立方覺得咧 嗯 就是 我想想看 因為我其實看完之後就有 有點愧疚 因為我 愧疚 對我來說玩具 就是從小到大一直 就我小時候也有 也有買那個蝴蝶耶 也有八十光年 你有買喔 然後我最常 我最常拿來玩的是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馬鈴薯先生 蛋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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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然後就是我那些東西我全部都丟啦 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沒有拿給寶妮之類的 你是直接丟掉喔 沒有 應該有捐出去啦 應該不是直接丟掉 就是玩具對我來說 一直都是一種 用來玩樂的工具 就是我不會視他為一個 夥伴這樣 就比如說以前玩什麼 戰鬥陀螺 或者彈珠人 就是 我之後我現在都 完全不知道他們跑去哪裡 我也沒印象是捐掉了還是怎樣 但是 但是像彈珠陀螺 這真的是一個可以玩的東西 但是你如果是Buzz和無敵的那個玩偶 你要拿來玩是要玩什麼 就是 半家加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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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怎麼會無法產生感情 你好抽離喔 那是有感情的好嗎 你好厲害 可以這樣子呢 就是 好啦好繼續 然後我覺得就是這部電影就是 真的賦予給他們完全把 這些這整系列的靈魂啊 然後話語權就交回他們身上 因為 就即使 這整個系列主角都是那些玩具 但是主題還是在那些人身上 就是 學會 你 從這些東西 之中得到的 依賴感啊 或者樂趣 還有我如何放手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一 所以 這其實 雖然說整個系列都是把玩具擬人化 但是這一集是真的把他們擬人化 就是 把他們當作一個人來講述 幫手這個主題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其實就是 可能年紀大一點人的看這個 會更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 胡迪他就是有點像中年危機 就是找不到 找到自己方向 然後就死抓著一個東西 我一定要做好這件事我才有價值 嗯 我覺得其實 我跟很多人還蠻不一樣的 就我最喜歡是第二集 對啊好特別喔 再來才第三集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第三集雖然很感動 但是他有一大半的時間 就是 都算是聚焦在那種冒險上 托兒索裡面 對 沒有連結回他的那一個本身 關於放手這個主題 嗯 我覺得第二集就比如說整個 比如Jesse啊 就是 他之前被拋棄 Jesse故事很遠 某種陰影 就死抓著一個 就是 就是 死抓著一個他可以認得的東西 就播放這樣 其實在床底下 雞灰神 然後他趴在那邊 然後身上都灰神 那一幕超級虐的耶 就是 那個 那個真的 每次看都有陰影 我到現在都會想起來那一幕 然後 然後第四集 第四集現在就是變成我第二喜歡 喔 因為我覺得 還是超越第三集 對 這一部講到很多東西 而且我覺得他裡面的 反派並不算是真正 其實根本不算是反派啊 就是 嗯 像是上一集那個 熊暴哥嗎 熊暴哥 上一集熊暴哥 我是覺得他有點太 太誇張了 就是他 就真的是一個很邪惡的一個反派這樣 我覺得這一集是 就是一開始你會覺得 Ga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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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by怪怪的 但是後來就真的可以理解到他為什麼 為什麼想要這樣做 嗯 然後他 後來再看到他所遭遇的事情 真的很難過 真的很難過 很難過 對 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 這四集 就是 以無敵為中心的一個整個他的成長過程 他可能第一集就是要 就是擔心自己失寵 因為Buds就加入嘛 就擔心自己失寵 然後就是也是在探討玩具 就是怎樣 才叫做比較有價值 然後第二集呢 就是因為Jesse的關係 然後 Woody他第一次意識到 喔我的 我的Andy 我的小孩之後也會長大 然後他長大之後 可能就再也不需要我的 他第一次就是有 就是這種 認同上的危機 然後到第三集 他終於要放手了 但就可能就像立方講的 就是他前面 他的心情上沒有一個鋪陳 就是他要怎麼放手 所以 雖然最後那一幕就真的很感動 但是 就是對Woody來說 其實一直都不是一個真正的結局 因為他心裡就是根本就還沒有放下 所以到第四集他就 就你看他一直心念著 心念著Andy 然後就是 動摩諾都會不小心提到Andy 不小心說到Andy 對他還 他好像還不小心把Bonnie的名字 講成是Andy 什麼的 就是他在跟那個 他在跟Forky講話的時候 講故事的時候 對 他要說Bonnie的時候 就不小心 口誤成Andy 就代表他心裡那一關其實 佛洛伊德式的脫口而出 一直都還沒有 什麼叫佛洛伊德式的脫口而出 就是Froidian slip 就是你腦袋裡在想什麼 就會不知覺講出那個東西 就跟不小心講出前女友的名字差不多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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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反正就 第四集就是 對其實 第三集看起來就很像是 這一群玩具跟Andy的一個結尾 但是到第四集對於Andy 不是Andy 欸我也講錯 Woody 對於Woody 對於Woody 這個角色來說 才是屬於他真正的結局 他終於學會放手 然後就是 讓他意識到這件事情的就是 Bo這樣子 我就覺得第四集其實對我來說也是一個 比我想像中好非常非常多的一部 然後也是我把它排在滿前面的 那所以寶妮你的排名現在是 我們等一下來討論一下排名 好 好喔 大家有發現那個動畫技術進步非常多 我覺得有欸 立芳現在在那邊可以幫我們 Cue一下有一張圖是 第一集的Andy和第四集的Andy 好反正我們今天 因為我們今天導播就是 好像是在場景主持那邊 欸 欸沒有嗎 只是母畫面那邊 然後先切到植母 好像是第一張吧 對 差很多欸 超多 差超多 大家有注意到就是第一集的Andy 長得有多麼的可怕嗎 他其實有點可怕 非常的可怕喔 對 我覺得他牙齒有矯正過是不是 哈哈哈哈 就是他整個臉的輪廓和髮型 然後那個皮膚的那個質地完全都不一樣 你看Andy都這麼可怕了 更何況是當年的那一個 阿靴嗎 阿靴 阿靴真的更恐怖啊 好立芳可言 我們剩下就 我們就把它Cue回去 只是要讓大家看一下那個很可怕的差別 我覺得主要是材質的問題欸 對因為畢竟第一集就是影史第一部動畫長片嘛 所以那個時候 3D動畫 就真的對 3D動畫長片 然後 就跟那個阿 就跟之前 前幾天不是有一張圖就是 PS1駭客任務遊戲的基努李維 跟Cyberpunk 2077的基努李維 動畫技術進步就是為了要把基努李維 放在電影碗裡這樣 真的是這樣 然後還有RTX技術 對 然後第一集 第一集有注意到的話 其實 人出現的畫面是很少 因為他們自己也 沒有自信 就可以把人的畫面處理得很好 所以就是 譬如說Andy的媽媽 每次出來都可能只有腳阿 或是Andy在玩的畫面 就只有手阿 就跟雞與牛的爸媽一樣 對 或是第一人身的視角在看玩具 就是不太會直接出現Andy的臉 但到第二集就整個進步超級多 第二集的那個整個人物就是表情 就都已經做得很好了 那第二集和第一集 其實也差沒幾年而已 好像差 差4年 才4年而已 1999然後1995 所以你就知道皮克斯有多種的變態 然後 不是說第二集他是重做嗎 全部重做 對他就整個全部重做阿 因為第二集的故事就是 什麼可能劇本都已經弄好 然後動畫都已經弄好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John Lester他就原來在忙重重危機 然後忙完之後就回來 就看一下這個玩具總動員這邊進度如何 然後就一看就覺得 我覺得不行 打掉重命 我覺得不行阿 他們不是原本就直接放DVD嗎 就原本沒有要上映的意思 對本來沒有要上映 因為在那個年代動畫片很少再出續集的 所以 這一部應該也是皮克斯第一部有續集的動畫片 這個樣子 對 是嗎 是的 所以 所以玩具總動員2是他們第一個續集故事 對第一個 因為玩具總動員2好像也才皮克斯第三 第三部還是第三部電影之類的 了解了解了解 就是直接是續集 玩具總動員重重危機 然後玩具總動員2 對 好像是這樣 對 然後直接 然後下一個怪獸電力公司 就整個超級變態 那個毛怪的那個毛 已經可以做就是一根一根 然後那個陰影那麼細緻 喔對啊 對 在第一集的時候他們 我有看到一個影片是 就把第一集就是阿學家不是有一隻很可怕的狗嗎 對 然後和這一集不是有一隻貓嗎 就那個毛髮的那個技術整個差超級多的耶 這一集的貓看起來就像是真的 對 這一集的貓直接就是真的貓去演的 直接就是真的貓去演的 感覺很像真的貓啦 對啊 就覺得就整個動畫技術進步很多 然後還有一開始那一段就是 就是那個小賽車卡在水溝裡那一段 喔 對 那個水 整個畫面就感覺是真的 那個直接就是實景拍的吧 那個是攝影機拍的 對 我覺得那個環境的那個雨滴阿 或是他後面那個在古董店灰成很多那種顆粒感 我覺得都做得很驚人耶 就是皮克斯就是一個很喜歡 很喜歡虐動畫師的一個很變態的公司 爆肝動畫師 而且裡面的動畫師好像也很享受這種被虐的感覺 就是他們的他們就是一個社畜文化這樣 技術的突破 你不要這樣 我就是好像第二集吧 第二集就是說動畫師為了重做 然後因為就是檔期不能改 然後又要重做 然後他們就是 就是做完之後都極劍演 因為 因為手要一直動 什麼手腕隧道陣 對 就是對 就覺得這是一個很變態的公司 這個樣子 對呀 然後講到 我覺得主要是這一次的那個材質 改善很多嘛 像比如說 比如說那個 寶貝他是 他是陶瓷 對 然後陶瓷再加上 屋底他是木頭的嘛 對那他不是他是布偶 他是布偶 他身體是布偶 他臉是 他的臉 感覺是橡膠 因為他這一集有被裁扁嘛 所以他臉應該是橡膠之類的 是嗎 屋底屋底 屋底是橡膠 他臉是橡膠 然後身體是布 然後像這個鴨霸 他們就是毛絨玩具嘛 所以其實 你這次可以看得很明顯 就是說他們有差 而且我覺得到最後面 他們的那個 在 遊樂場那一段 就是光線打到不同材質身上 反射出來那個效果 我覺得 我靠那真的好驚人喔 超驚人的 而且就有一幕我覺得很詩心是 我記得好像是 布偶和屋底 他們在爬竿子嘛 嗯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這兩種材質 我覺得他們爬竿子的方式 很不一樣 就是布偶他爬的方式 是這樣這樣 然後就把自己往上拖 這樣這樣 然後把自己往上拖 然後屋底他的身體是軟 所以他就這樣 我就覺得他們就是皮克斯 對這種材質呈現的細節 我就覺得屋底跑步就是很奇怪啊 他不是找到 騎行種 他叫騎行種 對啊 那就很用心啊 他們真的是有 就是以那個材質的概念 去做整個動畫的參考這樣 然後尤其是那個 我覺得他們有一段是 從上面掉下來 然後那個山頭羊 就 不是還睡了一個腳 對啊 我看得到 很痛耶 對有那種很痛的感覺 很痛耶 而且還ㄎ了一下這樣子 對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地方 對啊 棒棒 這一集其實製作過程還蠻艱辛的 這一集好像原來2015年就已經開始做了 然後中間 就是可能Tom Panks都已經開始錄音啊什麼的 然後中間就也是因為皮克斯就對劇本不滿意 然後就一直要求要讓他真於完美 然後就一直修修改改 原來檔期是2017年 然後預演到今年才上映 然後就有呈現出 我覺得是 演了兩年喔 這麼厲害 演了兩年 然後就是 這次至少有演耶 有 沒有逼他們基劍演耶 有 我也記得 我也記得超多年前就看到 玩具總隊員4 然後超人特攻隊2跟卡3 對 海報都在那邊了 對 然後就三個都拖超久 所以他的問題是出在 他要技術還是什麼 我覺得是故事 我覺得是他們一直找不到一個 可以讓第四集很完美的一個故事 因為第三集太一個完美句點了 所以第四集你如果沒有講好的話 找到一個很好的理由 真的會看起來很硬要 但是這一集就最後可能 就這兩年 延後這兩年很值得吧 其實還算蠻值得的 我覺得是OK的啦 然後這一部也是John Lester的 最後一部兼職的電影 John Lester就是迪士尼的前任 就是創意總總監嘛 就是負責皮克斯和迪士尼那兩邊的創意總監 然後他去年 去年就因為性騷擾事件 就MeToo事件 然後就直接成為這個MeToo事件下 就是被砍掉的一個人物 然後 這一部也是他監製 這部是他監製的 有掛他的名字了 我記得有掛 但是就是他的最後一部 竟然還是掛了他的名字 就是他最後一部了 這樣 就也算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啦 那這系列也是John Lester開啟的 然後就最後也是由他來結束 就不要這集不小心賣得太好 然後 就追 我們來一個舞好了 不要舞啦 可是應該不會有了吧 他們之前不是說他們這個就沒了嗎 我們來出個三眼怪的外賬好了 Spin-off 我覺得如果拍舞可以說服人的話 我就真的很佩服 這個太厲害 我覺得真的佩服 真的太厲害 沒有啊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爆爆龍 然後這次戲份有點少 我覺得有點可疑 我很喜歡三眼怪 三眼怪沒戲份 對啊 為什麼這次沒有三眼怪 你救了我們的生命 我們永遠的祝福 來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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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三眼怪難受 哪一過 之前好像迪士尼有出八十光年的動畫 好像有 是二D的 好像有 對啊 可是他那個 他那個是完全就是外星的故事嘛 外星冒險 就是跟本傳完全沒有關係了 對啊 你會希望看到三眼怪 其實 我覺得三眼怪如果出動畫 一定就會變成小小兵那樣的感覺 對 一定就是會變成小小兵 感覺是 不要 不要比較好 不要出比較好 你們知道在台灣的動畫片票房至今 依然是小小兵是冠軍嗎 真的假的 不是全球嗎 還是全球啊 我記得是全球 還是冰雪奇緣 只有台灣吧 我記得在台灣小小兵就是 我記得小小兵是排名很前面 就全球票房 好像在台灣是第一名 就台灣人極愛小小兵 不知道為什麼 是喔 對啊 小兵是蠻可愛的 我記得小兵就是 之前有看到數字 好像就在所有電影排名 不只動畫片裡面 他好像是僅次於冰雪奇緣 喔 對 我覺得台灣人就喜歡可愛的東西 所以就像小小兵啊 然後就是大英雄天團啊 就有貝MAX 憤怒牛 就是這種 憤怒牛 憤怒牛 就是這種很可愛的東西 那常常搞紅趴呢 常常搞紅趴不可愛 超獵奇 超獵奇啊 那是限制集 那玩具種人有會賣號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可以賣得很不錯 可以賣得不錯 我覺得超越第三集有難度 但是應該是會賣的 就是一個水準以上這樣子 BANANA 對阿你們對 這集應該也是大家公認 就是全部裡面最幽默的一集吧 我覺得很好笑 很好笑的 尤其是有忌怒李偉和KEY&PIL 就是KEY&PIL每次出來 就感覺他們是在即興發揮 對他們兩個 我覺得是超級大家分 就是真的 太厲害了 然後 尤其是他們在 他們在演出他們計畫那一段 感覺 感覺全部都是他們即興發揮 感覺就是黑人惡族 那個喜劇短片會有的情景 對啊 什麼就是贏家吃雞 我覺得蠻好笑的 而且我不知道他們的手 要全片都黏在一起 因為 之前在宣傳短片或什麼 之前他們都是分開的 但是店裡面他們就是 從頭到尾就是手牽手 可愛 他們是縫在一起的 對 我現在拿鑰匙在那裡 我真的快笑死 只有這樣放在那邊 就是很不是一個 皮克斯動畫裡會出現的笑點 那我就看得很開心 然後還有就是 UDI UDI他在那個衣櫃裡面 然後就是被放了很久 因為寶妮都不跟他玩 然後他站起來的時候 身後就黏著一個毛球 黏了一個毛球 然後其他的玩具就說 喔!你的第一個灰塵欸 對!你要不要幫他取個名字 他也太毒蛇了吧 好喜歡喔 就很不皮克斯 還有那個Bowby 他的那個手斷掉那邊 我覺得就是也是 一個 還好啦 就是慘發生的 就是一個 還蠻不皮克斯的一個笑點這樣 Kabun呢 你們對Kabun的感覺如何 Kabun很棒啊 Kabun Kabun是 我不知道怎麼講欸 就是他其實本身不好笑啊 就是他其實本身不好笑啊 但是我覺得是 你激怒李維的聲音呢 我覺得激怒李維一方面是這個 就是他很認真 然後認真起來的搞笑這樣 太適合激怒李維 你覺得他那個小孩叫什麼 他那個小孩叫叫 Raj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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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次講Rajon的時候 Raj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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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跳得不夠遠 你就把我丟掉 他還有什麼 I can I can Yes I can I can 聽說這個角色 就是負責製作他的動畫團隊的那個動畫團隊全部都是加拿大人 真的啊 這樣子啊 所以他們自肥這樣 他們自肥一下 就是獎豪的Grey North 驕傲的加拿大人 驕傲的加拿大人 對 滿不錯的啊 我覺得就是滿適合金屬李維的 就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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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樣 然後這個 中間那一段的編排由他來主導我覺得也不錯 從那個 從那個那個好像是感覺他們在開夜店趴那個地方開始 對 對 出來的時候怎麼小小一隻 對 他其實很小隻欸 他其實很小隻欸 大概無幾隻的三分之一大小而已 好像聽說他在裡面一直擺姿勢 是Keanu他自己的即興 他好像就覺得說 我覺得他在裡面要一直這樣 然後就可以看到那個Keanu 他的某個幕後錄音的那個片段就這樣 他很厲害欸 他連配音就是也可以聽得出來沒有表情 就是 對啊 那就是他的那個招牌嘛 激怒李威招牌 我覺得又有點像是他之前演那個阿比阿弟 對 就是真的不好笑 但是給他演就很北極這樣 就一個反差感啦 我覺得這一部讓我蠻喜歡的部分 就是他有點暗示就是Weddy跟Bobby的那個 就是愛情這樣 就是感覺他們有一點什麼東西在那邊 可是他們兩個之前不是很直球嗎 但他們兩個不是本來就是設定是要在一起的嗎 Bobby不是每次都要用拐杖勾他去親他嗎 是是這樣啦 但是這一次就讓我覺得 就是他們會不會更深刻的情緒 就是有點像是 難形容 就是 激怒李威跟Winona Ryder嗎 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突然想到激怒李威 就只好舉這個例子 反正就是覺得 沒有說這麼明顯 但是又覺得有點暗示的感覺 很有趣 這樣的互動 我很喜歡這次Bobby他出來這種感覺 因為他沒有特別強調他是一個女生 因為他也不是女生 他是個玩具 然後就是他並沒有去強調那種女力時刻 就只是單純要講好這個角色故事 我覺得還蠻值得欣賞的 不然最近這超級英雄片一直都在蹭女 眼睛望向 一下X-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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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Black 對我就覺得 不要跟我講平權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這一部就是Bobby 他雖然是一個很強眼也很強勢的一個角色 但沒有特別去強調那種女力時刻 我覺得還不錯 他那個 那個那個有個小女警那個是 G姐還是什麼 G姐嗎 他是一個很很眼熟 他是一個很常見的玩具嗎 就很像萬能賣絲啊 他是真的有在賣玩具嗎 很像萬能賣絲啊 很像日本的東西 一個打開來 然後裡面是自己玩玩家家 他的臉感覺是貼紙 就是那種平面的 有點樂高感 有點像樂高 就是他的小夥伴這個樣子 對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啊 這個這個這個的設計也不錯這樣 我覺得有點像是 對 旁邊在輔導大家 有人說巴斯這集好像特別的沒腦 他的 Inner voice 內心的聲音 而且其實還蠻準的耶 對啊 其實還蠻準的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啊 但是就是 可能會覺得他用太多次 但其實就剛好 就是剛好停在那個 就是還蠻好笑跟用太多次 結線之內 還好 還不到覺得會煩 其實巴斯前面幾集 一直都是有點呆萌的感覺啊 他第一集就不知道自己是玩具啊 然後第二集好像有恢復正常一點 第三集在那邊講西班牙話啊 可是我覺得還蠻可惜 可是我覺得還蠻可惜 就是他這一集跟威迪的互動還蠻少的 對很少 因為前面幾集都比較像 就他們是一個Body的一個組合這樣 嗯 你說哪一個 就是巴斯和胡迪他們前面幾集 互動都很多啊 就感覺他們就是一個組合 一個兄弟檔 然後就要一直鬥嘴 但是這一集就 變成是無迪跟Bobby 威迪跟Bobby 對 主要是無迪吧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無迪他的 我覺得之前好像一直都很少把聚焦師放在他身上 因為主要都是無迪去解決一些事情 然後都是別人的事這樣 對 他是他 嗯 對 他之前就是會一直想要去幫助別人 然後就要做很多有的沒的事情 他其實有一種他覺得自己是那個團隊裡面的美國隊長的感覺 然後他這集就是有一種回到他身上 然後就是知道他的可能很多動機是來自於一些不安全感之類的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次的安排啊 就是有人就說 就回歸到就是說 第四集會不會像是硬牌 我覺得就 從這個地方出發我覺得就還不錯這樣 對我覺得其實挺好的 我覺得他就在講說就是你 你一直去想別人 一起去照顧別人 但是就是到了某這種程度之後 然後你就是總要照顧一下自己這種感覺 喔對 辛苦啦 Widdy最後面就是 給你一個拍拍 就是 你做的事情就夠多了 你自由了 去當垃圾吧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啊你們對Folky有特別感覺嗎 我覺得Folky就是一個這一次的一個很大的亮點 就是說 我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是怎麼樣 因為小時候應該 在學校一定是 一定是禁止帶玩具嗎 然後我小時候是 會把原子筆插在指紙上面當飛機在玩 對 你好屁喔 小時候小朋友不是都這樣子嗎 你超屁 幹嘛這樣子 好 對啊 或是拿那個原子筆就啾啾啾啾啾 這樣啊 嗯 我覺得這個就是有點 你真的很有童年耶 沒有啊就是 你知道小時候沒有玩具 就只能這個樣子玩 小時候沒有真的玩具喔 沒有太沒有太多玩具 喔 對啊 這種是一個 怎麼講就是我一開始講嘛 就是說這種東西是你賦予他的價值 那你有幫他做一個配偶嗎 我倒是沒有 我倒是沒有做什麼插子 你有幫他做一個插子 然後要放一些頭髮 他紙插在橡皮擦上面當戰車啊 好像有啦 以前班上的男生好像會做這種事情 一定要的好不好 一定要做的啊 嘿嘿 或是以前不是那種有籤筆盒打開 有很多不同的 喔對 什麼機關 對就是一層一層一層的 對 然後我就說這個是 好像是什麼火箭發射器之類的啊 欸 小孩的錢真的很好賺耶 對啊 真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看到叉琦就會想到自己以前的過去啦 你說被當 你說被 覺得自己是垃圾 覺得自己是垃圾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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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 你小時候會有幹過這種事情 就是說你會去用一些 發揮你自己的創意或什麼 可是你現在不會你知道嗎 你們發現說 我們現在不會去幹這種事情 不會啊 我們其實創造力好像在無形之中 已經被時間給 給磨掉了這樣 已經失去同心了 對啊 因為你小時候 已經沒有想像力了 小時候你可能看到一個杯子 你會想到說它是一個什麼太空船之類的 可是你現在可能就是 杯子就拿來喝水啊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這樣 嗯 對對對 這是一個 到你重新再思考你自己的成長過程 我得承認我中間是有點氣包你耶 就是 你在那邊搶Andy的玩具 那個時候 Andy他們有很想給你 你硬要拿 然後你現在 你現在有那個Woody 就是在你家 然後你還不跟他玩 然後做一個爛叉子 每天一直抱著他睡覺 小朋友就是這樣 看真的 就真的是幼稽 我講什麼話 真的很北楞 小朋友不是都這樣 對啊 這樣講好像也是 對啊 把人家最愛的玩具搶過來 而且Woody不見 他還沒有哭或幹嘛的 沒有 他是只在意Forky啊 對啊 我就覺得好替Woody Woody心疼喔 Lifong Lifong 我 我想想看 Lifong跟 Rajor Rajor Rajor好像很配 Lifong和Rajor Rajor Rajor PTT上面有人說幫你的才是垃圾 氣死 可是這一集真的是 太多 太多我非常 非常喜歡的元素 就是因為 幾乎每一集都有那種 比如說潛入 就是那種 非常縝密計畫的元素 那我覺得這一集的設定還蠻 還蠻有趣的 就是在一個古董店 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 而且有比較多那種 驚悚甚至恐怖的氣氛 就是那個木偶 尤其是那些就是富與木偶 富與樹木偶 我覺得 這部電影我覺得 我可能再看一次之後 會更喜歡 因為 他 對我來說 可能是整個系列裡面 主題性最強烈的 因為 他真的是 把主軸放在 無敵他這個內心上面 而不是 其中的冒險 其他的 其他的 雖然最後都會 拿你給一個情感重擊 但是他 他主要的主軸還是聚焦於 給小朋友 看那樣很好看的冒險 這集 還蠻愛的 那個富與娃娃是不是之前有的恐怖片 我歡迎光臨死亡小鎮 對耶 是嗎 對對對 我每次看到 我就覺得 這個玩具 已經被恐怖片大量的泛濫了 這集真的是蠻驚悚的 這集很多這種突然跳出來的地方 然後坐我旁邊的人 他一直這樣 被嚇到 對 他還有一段 不是放那個鬼店的那個片尾音樂 對對對 鬼店片尾音樂 是那個黑膠唱片嗎 對對對 那個黑膠唱片 因為他推那個車子的時候 我覺得很像 我覺得有一段有讓我不舒服的是 是那幾個在上面 然後像那個監視器在那邊轉的時候 真的蠻噁的 我覺得有點噁心 而且他們沒有台詞 他們沒有台詞 就只是單純就是一個gabbygabby的水送 對 好 好可怕 可是我在想說這種東西 為什麼還會賣啊 真的 他不是已經被 被那個 有些人 有些人好像很迷腹與娃娃啊 對啊 有些人很迷吧 他們怎麼 毛毛的 欸牽手燒 牽手燒 突然動起來 嚇到 不要不要 對啊 就是 小朋友看到這個會不會有點 我覺得這一集真的 沒有非常適合小朋友啊 我覺得那個富裕娃娃的部分 真的有點可怕 拍給從小看玩具中 對人看到大的 其實我覺得一 一二集都有點驚悚元素 第一集是就是阿靴的房間 對阿靴的房間超可怕 然後就他為了嚇阿靴 就屋底不是在那邊 頭在那邊轉 嗯 然後就是 我們都在看著你 然後就那個地方就很可怕 然後第二集 第二集是我覺得 屋底 就是在被修 修護的那個畫面 我覺得看起來毛毛 對對對 就是很近的 拍了他的臉 然後就沒有表現 你說他在那個 他在那個玩具店裡面 然後就是上 上溪啊 上溪 然後縫的那個 對對對 我覺得那幕有點可怕 而且第二集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是性暗室 真的假的 哪邊 但是有可能是我思想比較龜 什麼東西 第二集就是 最後就是Buzz 不是遇到Jesse 然後就喜歡Jesse 然後Jesse就做了 表演了一段就是Buzz 在第一集做的那個 就飛行的表演 就這樣 從那軌道滑下來 然後這樣很很 華麗的著底 然後Buzz就看到 就是Jesse做完那一段之後 他就這樣 然後他的後面四馬就立起來 然後後面的四馬就立起來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絕對是性暗室 你說他就 我懂了 他就有生理反應 我覺得 你說跟那個汽車總動員 閃車頭燈一樣 對 車頭燈 對 我就覺得 迪士尼動畫室 可能真的壓力非常大 就在這種小地方 偷塞一些東西 對 塞一些他們就暗黑的思想在裡面 你說跟Sex一樣嗎 Sex 獅子王裡面那個星神 Sex 對阿 有沒有想那麼多阿 可是第二集我還蠻喜歡 就是他們在那個 玩具店裡面那一段這樣 就是 對 就是他用很多電影梗 比如說那個 朱爾濟公園阿 我超愛這個 朱爾濟公園 不是什麼 還有星際大戰梗阿 I'm your father阿 那段是還不錯 對啊 對啊 那個獨角獸到底是怎樣 為什麼一直想要爸爸去坐牢 而且那個獨角獸是從小時候 是第三集就有了嗎 還是邦尼他本來的玩具 第三集就有那隻獨角獸 邦尼本來的玩具 是邦尼本來的玩具 對對 思想非常的 非常可怕 對 就有些有點病態的傾向 對 我其實有點想知道他們之後會 就這一群 就是 你說 現在沒有主人這一群之後要幹嘛 他們最後不就是在遊樂場幫助其他玩具嗎 解放玩具 就是這個解放軍的概念 感覺就是 你知道遊樂場一定會有小朋友走私 然後他們就要去拯救這些 他們就要 他們就要躺在那邊 然後這樣 拉一下 拉一下 給他注意一下 其實GabbyGabby之後真的是蠻 蠻讓人心疼的 幸好他有一個善果 我覺得他最後的那個安排 蠻讓我意外的 你沒有想到會是這樣子做吧 就是 就是他被那個 那個 小孫女給丟掉 然後最後面完全沒想到 因為 因為前三集 就給反派的下場都是有點 有點慘這樣 對 就比如說阿薛就是 我忘記他怎麼 阿薛就是造成了他心靈的 心靈的陰影 阿薛就是心靈陰影 然後 那個 那個第二集 那個叫什麼 二 二喔 二的那個反派叫什麼 我忘記了 你說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淘金客 然後他就是被 就是被一個很愛亂話的小女孩帶走 然後三就是熊抱哥 被放在一個 垃圾車前面 垃圾車前面 吃蚊子 然後這一集的反派就是真的 他得到了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 因為其實他 很好的結局 他最後也是 因為Udi算是 算是朋友 主動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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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願意獻上他的那個 說話盒給他 然後我其實看那段 我覺得好 好心痛喔 就是 我覺得前面三集 都沒有像就是 那一幕 那麼讓我揪心 前面三集是覺得就是 很難過 總要放手 但是那一幕就是讓我覺得 很揪心 就是他把他的那個 說話盒給另外一個玩具 就只為了 讓這個玩具可以 達到就是他 心中那個很理想 那個最玩具的重構性 所以最後面 無敵他是沒有說話盒 他就沒有說話盒 沒有說話盒 完全沒有了 他就只能夠真的在 就是沒有人的時候說話 但是他就平常就 玩就不能玩他了 那就是 我覺得這樣的安排 其實也不錯啊 因為他至少 應該說 如果他回去幫你的話 幫你看到這東西 也不是他的 對啊 真的也是這樣子 好啦你們 這一集有哭嗎 立方沒有 我知道 有耶 沒有 你在哪裡 蠻多段的 蠻多段你都哭 就是最後面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屋底分離那段 一定有哭嘛 然後 然後一開始那個 我覺得一開始的蒙太奇 就有點低痠了這樣 就有點 對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皮克斯真的很厲害 他們很會用 怎麼可以第一段就吸引人 就是 你看你看那個 那個天外奇蹟那樣子 我覺得他就是 超級厲害 然後說故事的方式真的很厲害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對啊 然後中間有一段 有一段什麼 就短短幾分鐘 可能五分鐘之類 就可以讓你 就好想哭 對啊 我覺得 開場哭死 哭死啦 哭死啦 我覺得就是 就是我們 我們地球人 有皮克斯這個公司 真的很幸運 一球人 有皮克斯這間公司 是大家就是 上輩子可能做了 非常多非常多的好事 對啊 才有幸在這一世 遇到了皮克斯 一個原本 就是目的 主要目的是做 就給小孩看的東西 但是其實他們做的東西 就真的 在不管在故事上 然後還有他的主題上 真的都很深刻 很難得 很厲害 超難得 我覺得就 It's ok 那個啦 他是 It's ok 我只有好多地方 我覺得一開始那個 交出警徽的時候 我也有點想哭 交出警徽就是 有一點蠻不錯的一個結局 我就覺得就是 就是有點甜甜的 這樣很 就是他真正的放手了 他就終於沒有再想要 當大家的英雄了 對 他終於可以做自己了 我覺得他有點前後呼應嘛 就是一開始他 在選擇說 要跟Bobby走嘛 對啊 那段其實有點鼻酸 對 然後可是後面他就是 他真的就是 我就不要先管人家 我就要先顧好我自己 然後我自己真正的感覺 是想要跟Bobby一起走這樣 我覺得那段是 真真的是 讓我哭到爆 對啊 他們兩個就是 就是那個純純的愛戀耶 就是很多很多目就是 Bobby可能在講話 然後Udy就在旁邊這樣 就這樣看很深情的看著他 就是他們就是玩具 可能在裡面也不會接吻或幹嘛 也不會什麼太親密的自體接觸 但就可以從很多小細節 就看到很有愛 我好奇那個 翠絲是跟 巴斯光年是一對的嗎 就是巴斯 是吧 應該算是巴斯單戀 Jesse吧 可是第三集他們後來是有在一起 沒有啊 感覺是有 可以這樣想像 所以他這一次好像 就自從那個 西班牙文模式起動之後 對啊 就是開發了一個東西 Jesse就覺得他 我喜歡這樣的感覺 我喜歡這位 對 以前有接吻 以前有接吻 有嗎 蛋頭先生跟蛋頭 以前都是BO在搶吻 以前都是BO在搶吻屋頂 感覺沒有在一起 到底有沒有 我不知道啦 這不重要啦 好 就是大家 可是我覺得 我還是會覺得 這一集的那種衝擊感 沒有比第三集來的大 對我覺得第三集 情緒的那個衝擊 還是更大一點 對 畢竟可能Andy這個角色就是 過去幾十年 二十年 就一直都是他 然後就真的要說再見 觀眾的情緒會比較激動一點 但是你要論深刻程度 可能第四集要探討的東西 更深刻一點 會比較深一點 而且我覺得他會比較 適合成年人 嗯 好像是 真的是怎樣 我蠻好奇就是 小朋友看到這一集 會是怎麼樣的感覺 就 對啊 不知道欸 我是還蠻好奇的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我其實是小孩的時候 都很容易滿足啊 我就是看到就是彩色東西 動來動去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你們第一次看 完全容量第一集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嗎 很小然後我真的超 我整個被阿薛的房間嚇死 我真的嚇尿 嚇尿 就那個娃娃頭 對那個蜘蛛腳 那超可怕的 真的很可怕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好像是翼龍的頭 然後可是是芭比的身體 那真的超可怕的 我覺得那個超級可怕 其實我覺得阿薛這個 其實是可造制裁 他真的很有創意 而且他就是動手 動手自己自製地 他很厲害耶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有創造力的小孩 那他最後好像下場很 沒有一個好下場 他是不是有在其他的皮克斯 有他在其他集出現 然後他最後變成一個收垃圾的人 真的假的 是因為那件T恤嗎 好像是 對 就是那個就是阿薛這樣 長大之後去收垃圾 不過我覺得讓我最 就是這整個系列讓我哭最慘的 就是他們快要被燒掉那一段 你就手牽手 然後就一起就是 面對他們的毀滅局 就是那我覺得 我看得好難過 結果 Crown The crown You save our lives We are eternally grateful 要不然整個系列裡面 你們覺得哪一段是最感動的 整個系列裡面喔 第三個系列 我覺得果然還是就是 Andy就說 就是 謝謝你們 然後就 就掰掰這樣 就幫你 抓著無敵的手這樣 跟Andy說掰掰 然後 Andy就 謝謝你們 然後就開車就走掉了 所以我還是有點 我覺得 換作是你們 你們會給邦尼嗎 當然不會啊 我不會耶 你會給嗎 我應該也不會耶 對啊 誰要給你啊 我就是要帶他去大學 他要跟我一起去念大學好嗎 沒有要給你 是我最喜歡的玩具 可是你們上大學的時候 你們會帶東西去嗎 你們真的有帶這種東西嗎 就是 有些人 就習慣睡覺要抱玩偶什麼之類 就會帶一個自己 我知道女生啊 我覺得我的室友 都有可能自己的娃娃 就從小抱到大那種 就直接帶到宿舍一起 所以Andy就可能 就是屋底也是類似的概念啊 我知道 對啊 可惡 可惡的風靈 而且你想像他去大學裡面 他可以認識其他多酷的玩具 大學生的玩具 可能就是 就是有些什麼模型 或是一些更厲害的東西 說不定在大學也可以有一個很酷的番外篇 那個玩具大學 玩具大學 你說Monster 可能大學生就是會玩一些比較草的玩具啊 你說龍與地下城的模型 真的之類的啊 火會過來這樣 這個更酷的東西 更酷的東西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這一集 如果是Andy有安排進來的話 我敢那我一定哭爆 對啊 比如說在遊樂園 然後發現Andy怎麼在這這樣 可是嗎 可是我 沒有啦 我覺得Andy 我覺得Andy就不用再出現了 不然就會有點毀掉第三集 真的齁 他前面就是有點那個回憶跑馬燈 就閃現一下就好了 嗯 了解 對啊 好喔 那你們心中的排名排一下 心中排名喔 我覺得是3421 跟我一樣欸 真的嗎 你也是3421 我也是3421 大部分很多人都是第一名 哪是啊 哪有很多人三第一名 我發現還蠻多的 我不知道我身邊的啦 就是覺得第二集最好 因為我那天直播的時候 我有問過我一些粉絲 然後他們也是說第二集 就是第二集跟第三集不分上下 但是他們會比較偏愛第二集 嗯 對 我是2431 2431 對啊你也不是2嗎 對啊我是2啊 但是很少人跟我一樣是2啊 真的喔 你看你看聊天室都3啊 聊天室都是3啊 了解 321 大部分人都是3、421 那為什麼地方你會2是比較前面 因為我就覺得 我覺得2就是把 Jesse這個角色帶出來 就真的很虐 然後 覺得他整體的故事也非常有創意 而且他真的有 我很愛看捷道片 然後他 有很多橋段都讓我想起就是捷道片的感覺 第2集其實很酷欸 就是他 他在交代說就是 Udi他原來是一個卡通裡面的角色嗎 對 就很酷啊 就是一個系列裡面 他是一個系列裡面的角色 喔你是說他以前那個牛仔 牛仔卡通 牛仔卡通 然後結果 結果因為太空 太空流行起來的時候 然後第1集 然後第2集就也 很有心意就塞一些電影梗在裡面 對啊 所以就覺得 我超愛那個 什麼 我們要怎麼過這個網子 然後用你的頭腦 然後把他拿起來撞 不是你的頭腦 超好笑的 我超愛這個的 對啊 好啊 這一集呢 據說是 今年年底 Disney Plus上面就會上架啦 啊真假的 Frozen 2還有那個獅子王也會一起在Disney Plus上面一起上架呀 所以那他到底是要 所以其實 他到底是要衝票房還是要 都要啊 都要 很貪心 哇塞那這樣搞真的是 太厲害了 不是我覺得他這樣子搞 我覺得Disney這樣搞真的是 打 這是怎麼講 這是有點顛覆我們 打破現況 打破我們現在電影操作的方式 商業模式 我覺得這是有點可怕 有點可怕 怕了是不是 他會改變你的行為 對不對 如果好今天我知道說Disney Plus 知道要上 那 那我今天還要去看電影嗎 對 但是最可怕的是這個去打擊其他平台 就是他Disney的電影就一直都是就是大家 就可能就是票房最高的那 的電影嗎 就每年一直都是 那之後 然後之後如果就是那些內容全都在Disney上面獨家的話 其他的就是串流平台 就真的是很很傷啊 然後我是覺得說 那會不會其他的片商也爭相效仿這樣子 什麼叫效仿 就比如說 大家都搞自己串流平台 華納好像也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平台 華納已經計畫很久了 對啊 或是好那之後以後 我們看電影的那個上映的檔期就會變得非常的快速 可能那個更換的速度就會 對可能每兩個禮拜就是不一樣的檔期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耶 嗯 對 用你的頭腦 Use your head Use your head OK OK 好喔 我們來進入這個本週的VIPP啊 好的 鄭洪志說各位還希望玩具總動員繼續拍下去嗎 除了之外各位還想看到哪些皮克斯電影的續集呢 第一個我們剛剛是有講 我希望看到包包容的番外篇 番外篇 因為那個包包容他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窄的玩偶這樣 對 因為他不是常常會跟那個培根一起打電動 對 然後他還會就是有交網友 然後還認識另外一隻三角龍 對對對 然後他也說什麼 那個三角龍自己也有那個嘛 交網友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他如果是有很多故事是發生在那個房間裡面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還不錯的題材這樣 嗯 對 我是蠻想要看到那個Darky和Barney的番外篇的 你說他們兩個嗎 對他們兩個 我覺得這一集有點意猶未盡 我覺得可以更多一點 給他們完全自由發揮 阿里方呢 嗯 我期待 皮克斯的 下一部的下一部作品 下一部的下一部 他不叫Soul 對對對 就是 設定在紐約 有Soul 這不是有人在 就是在討論說他要怎麼翻中文片名嗎 他說靈魂總動員 王靈總動員 王靈奇緣 是那個巫師的故事嗎 我不知道 他只說設定在紐約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是在外太空這樣 哇塞 這到底是 這也跟生死有關的東西嗎 我不知道 我記得喔 應該是跟生死有關 有Soul 還有那個啊 Onward也蠻值得期待的 那個Tom Holland還有Chris Pratt配音的那一部 沒有錯 預告已經出來的那一部 你說Onward 那個是在講什麼 那個 就是兩個 兩個精靈兄弟 是精靈嗎 他們應該是精靈吧 是精靈還是獸人 是魔法世界是不是 我不確定是精靈還是獸人 我記得是精靈 然後他們在一個魔法世界 但是在那個魔法世界呢 因為 所有的魔法生物都已經現代化 他們也很依賴科技 然後就是大家其實也都不會魔法 又沒什麼魔法 那就光靈啊 就是光靈 就是光靈啊 就是光靈 對 光靈皮克斯版 OK 那就是靈魂極轉彎 靈魂極轉彎 靈魂奇蹟嗎 或是什麼 真的是 對啊 那個預計什麼時候上啊 呃 你說Onward嗎 Onward 是明年上半年 然後另一部是下半年 就是一年一年有兩部 不錯喔 皮克斯也要開始就是 朝漫威的出片速度發展 對啊 但是我不希望就是有一個什麼宇宙之類的 哈哈 皮克斯宇宙 有披薩車就好了 有披薩車 還有A13就好 沒有我沒看到 沒有 但是有A13 在哪裡 就是閃過一下車牌之類的吧 這車牌 我會忘記了 我只有看到三針海味啦 你說那個盒子是不是 就有一個中國菜每次都會出現在 中國外帶盒 中國菜外帶盒 然後好像是出現在那個 那個想 他們在計畫要找鑰匙那個時候 然後他不是說那個奶奶要回家 打開那個冰箱的時候 然後發現裡面有一個菜 裡面就是三針海味 喔還有那個啊 那個古董商店裡面 不是有天外奇蹟的狗狗的圖嗎 喔真的假的 天外奇蹟的狗狗的那個畫 然後就掛在那古董商店裡面 這我沒發現 對 迪士尼公主宇宙 有啊 就已經被串聯起來 就是無敵破壞王了 哈哈哈哈 對啊 好 王仁傑想問大家 王劇總動員系列最喜歡哪個角色呢 三野怪 寶寶龍 嗯 Jesse Jesse 你最喜歡Jesse喔 所以你跟爸子一樣 看到Jesse就想說西班牙 呵呵 Signor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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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OK Signorita 各位在GabbyGabby GabbyGabby和Woody之後 談判那邊 覺得怎麼樣 個人覺得無法入戲 因為有點情緒勒索 其實真的是情緒勒索 但是我就 Gabby Gabby是情緒勒索 我覺得是情緒勒 所以這才是有趣的地方 對 就是他是一個玩具 但是他會就是情緒勒索這件事情 然後Woody他的精神就是 他太混亂了 所以他當下就真的也 也被說服相信這才是最好的 我會覺得就是有 我剛剛有講嘛 就是我覺得是出乎預料的編排 因為之前都是邪不勝正嘛 然後壞人一定會有不好的下場 一定會有報應 對啊 可是他這一次的編排是有點讓我顛覆就是 皮克茲他也想要這樣子玩一點 比較 比較有點 可以讓人體會的動靜 對對對 然後最後面他這樣子 怎麼講 就是不會是有一個什麼 一定會受到懲罰的那樣子的結局嗎 最後面你看 Woodie還是有去幫他 找到一個很好的歸屬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對啊 其實我覺得 這整集我看起來都是蠻入戲的啦 對啊 瞎不掩餘啦 你有就是比較 這個出戲的地方嗎 我覺得 我覺得Bonnie每次出現 我都有點想擇他 不要再找那隻爛叉子啦 你再一下 你再一下 Woodie可以嗎 你再一下 Woodie 他曾經是Andy the favorite 結果你現在怎麼對他 放在衣櫃裡面雞毛球 就很討厭的一個小朋友 我就有點生氣Bonnie啊 而且他明明就答應Andy 他會好好對他的 只要他不給他玩 那你可以告狀給Andy啊 寫信跟Andy說 我一直覺得Andy 是那個整個迪士尼動畫界 最帥的帥哥之一 真的假的 你說第三集的時候嗎 就是二次元 我心中的二次元帥哥的榜上有名 是這樣啊 因為迪士尼 很多迪士尼跟皮克斯畫的男生 都蠻卡通的 所以他是唯一畫的比較正常 Andy很帥 還有那個大英雄天團的哥哥也很帥 那個 Tadashi Tadashi 很帥耶 那你們那天 有把那個插棋做起來嗎 我還沒做耶 我還沒做插棋耶 真的假的 你有看到部長做完把他丟進垃圾桶裡嗎 Trash 我們都是Trash 真的就是這樣 我已經可以遇見Bonnie之後 就是會跟第二集一樣 那個Jesse的那個主人一樣 他就是會開始 就是要化妝啊 然後就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所有的架上的物品都變化妝 都變化妝品 都變化妝品 然後變蝦美 然後再也不玩那些玩具 那其實他們那些 留在那邊的玩具下場好像也沒有做很多 他們之後應該也是會被收在盒子 趕快自己逃走啊 對啊 好可憐 覺得難過 好啦 今天你們有什麼想要補充的東西嗎 我們今天還有一些時間 皮克斯 哎呀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對啊 滿好奇就是之後皮克斯會有什麼樣的 新的計畫啦 我覺得 我覺得續集不用再有了 但是 就是原創大 他們可以拼一下 可是如果現在的要出一個續集 你們會希望說出什麼續集嗎 沒有特別想看的續集 腦筋急轉彎 腦筋急轉彎 有要出 可是這個要怎麼出續集 腦筋急轉彎我自己私心沒有中 真的假的 我私心沒有中 我覺得超重 中到我就是 哇靠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他很神很厲害 但是我最想看的是那個 Zootopia續集 Zootopia一定要拍續集 可是他不是皮克斯啊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不要亂錄好不好 我覺得Rootopia可以 你怎麼會偷偷安 偷渡一個Rootopia進來 Rootopia 那Rootopia有要拍續集嗎 目前沒聽說 沒聽說 但是我真的很想看他的續集 無敵破壞網路要拍第三集 我可以喔 可以喔 可以喔 你又偷渡了另外一個東西進來 可以喔 沒有我們現在要講皮克斯 重重危機嗎 重重危機都多久了 重重危機已經有續集了吧 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重重危機算是元老級的 元老級的作品 就第二部皮克斯 但是他們一直都沒有 你看其他的 你看玩具總人員出了4集 然後怪獸 那個怪獸電影公司也有出 怪獸大學 對 那重重危機好像一直都沒有出來 這樣 就是比較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比較 重重危機有DVD發行的續集吧 有 有嗎 真的喔 可能賣的不算好吧 重重危機是不是當年賣的不好啊 不算 好像是 但我小時候還蠻愛看的 我小時候也覺得很好看 真假的 那隻那是凱文石貝希耶 哪一隻 那不是凱文石貝希嗎 你說男主角嗎 那個蟋蟀耶 蟋蟲大學 長得很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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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裡面有個角色 是凱文石貝希 你說那隻 那隻妄想要成為蝴蝶的毛貓蟲嗎 不是 不是 還是蟋蟀 蟋蟲蟀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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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各种能量都喷完了 对这系列的爱 我们三个都算喜欢这系列 我超爱 对啊 我也很爱 对啊 但是我比较好奇 就是现在的小朋友 会不会看这种卡通 现在小朋友看不懂啦 现在小朋友就像帮你一样 小朋友都都是看抖音啦 你不要这样说地图炮 你不要明天又被那个 又被PINYP香名 抓到那个网络上攻省 你不要这样 地图炮 现在的小朋友都 可是他们 现在小朋友都看漫威长大的吧 哦有可能 对啊 是这样子吗 所以他们其实 感觉现在动画片 都是 都已经变成那种 从小看动画片长大的人在看 然后 好像是欸 好像是 现在动画 动画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小孩了 现在小朋友到底 要不然最近小朋友 可以看什么样的动画片 我现在想要想起 就只有宠物当家 小朋友我们在讲多少的小朋友 就是那种 学龄 学龄前 然后或是 刚开始试制的时候 应该是小小兵吧 小小兵 应该就是小小兵吧 哦妖怪手表 妖怪手表 最近有要出啦 但是 Dora 佩佩珠啊 Dora 也是 可是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小朋友 你在小朋友的阶段的时候 然后可是你也是会看 玩具总动员啊 对不对 对 可是那个时候为什么 你都可以接受 但是现在小朋友好像 你要叫他回去看第一集 好像 你觉得 他们接受资讯的方式 可能变得就是 太零碎了吧 所以他们无法就是 很专注的去吸收 一个很有剧情的东西 好 要不然我这样问好了 如果假设你现在有小朋友 嗯 那你要怎么 你要给他看什么样的东西 我就是要逼他看那个 迪士尼公主全系列的东西 啊 他不要了 我知道了 因为现在 现在小朋友是这个年纪的家长 不会去让他们小朋友看那些 就是因为 因为那些电影出来的时候 都是他们刚出生 或者是出生不久 我是这样想 我不知道 我听不太懂你什么意思 所以为什么不让小孩看 等一下 我在想 你是说现在的家长 因为是 比如说像玩具总动员 因为那些电影可能太久以前了 就是 现在家长可能会让小朋友看当下 刚出来不久的电影 哦 我了解你意思 对啊 就像我们的时候看玩具总动员 也是刚出来的时候 所以他们不会没事 翻给小孩看以前的电影 就像我爸妈也不会 给我看什么无敌铁金刚之类 因为 因为会让小朋友看老片的家长 通常都是自己本身就很爱看电影 才会让小朋友看老片 可是像迪士尼这种东西 像宝尼好了 你小时候一定是迪士尼长大 对啊 那是 那个是你爸妈给你看的吗 还是你自己去找的 是我爸妈给我看的啊 小时候又没有网路 嗯哼 对啊 就是我爸妈就买一整套的迪士尼录影带给我这样 然后就是一直看 我就一直看 我 可是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小时候都没有 有紫汉橡橡皮擦座的 我说紫汉橡橡皮擦座坦克跟飞机 我 我 佩佩珠 我觉得佩佩珠真的很棒 我觉得 我小朋友一定要给他看佩佩珠 要不然他以后就是 讲英文会有英国枪 我觉得超级棒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 佩佩珠英国枪很好听 你要讲英国枪 你可以看别的东西 不尽得要 可以给他看 可以给他看什么 我在想 有什么是英国枪 然后是小朋友看的 好像也没有 女王的科技 女王的科技 那不是我没看 真的假的 很好笑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 我就插旗 大家就 对啊 你回去自己做一只插旗玩 有我有做 我昨天有录 那个我做的过程 你有把他丢进垃圾桶吗 没有 我把他丢在我的架子上面 我对任何东西都很珍惜 好不好 像我18岁喝的两瓶冰火 都现在还留着 你说的是我人生第一只喝的酒 人生第一只冰火 人生第一只有酒精的东西 其实还蛮值得纪念的 真的吗 但是虽然 那个冰火的罐子一直都没有换 所以你现在去买 那个超纱还是可以吗 没有 他好像有换过 是哦 对以前我那个时候是 他好像是要撬开的 但我懂啦 现在是要转开的 我也是一个很容易对 无机物产生情感的人 真的吗 对啊 很容易对无机物产生依赖感 所以你喜欢7143 对不对 比如说 我都会帮我的物品取名字啊 真的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比如说 我都叫我的手机机机机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家把这一段截下来 大家把这一段截起来 保尼都叫他手机机机 手机的机 机器的机 然后我常常 然后我常常就是会在家里说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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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问我的室友说 欸你有看我机机吗 哈哈哈 真的假的啦 你可以打给我机机一下 我好像找不到我机机 完蛋完蛋 你看我们好像time call啊 打到几下 不是 皇羌 哈哈哈 他真的叫机机 好不好 所以你自己就这样 真的这样叫吗 这是机机第四代 我已经换过四次手机了 哦 你换过四个 对 他是我的第四代机机 哈哈哈 我都叫他机机 好贵 完蛋了 没有不是皇羌 手机的机 好OK GG GG 好 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个礼拜要干嘛呢 哦 哈哈哈 大家回来哦 回来哦 我们要下礼拜哦 下礼拜应该是安娜贝尔回家咯 安娜贝尔回家咯 嗯 这也是一个集合非常多鬼怪 然后海报长得跟漫威 有点像的一个恐怖片啊 为什么是跟漫威有点 你说都是恐怖是不是 那海报也是一个安娜贝尔在中间 然后旁边就有很多小角色塞在旁边 只差安娜贝尔的手没有这样举起来 他没有这样 他没有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好哦 安娜贝尔20之后 啊你们最近有什么情况要宣传一下吗 最近有什么计划 嗯 最近 快去看我寄生上流那一部的影评 去看 我真的很爱那一部 去看个 我相信你看完之后也会想看 对对对 我最近也要出机身上流的影片 但是我影评已经写完了 这样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粉丝团 哈喽 啊我 然后怎样 没有啊 好 然后我的玩具总动员式的影片 应该是下礼拜才会出 请大家慢慢等 哎我们需要 我们今天没有导播 所以现在有个人必须要离习去把 看掉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超外星退场 超外星跟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周见 下周周五电影趴见 下周的周五电影趴 我们要聊安娜贝尔 回家咯 回家 感谢各位收看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 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这个直播的承担 欢迎到SoundCloud上面追踪 我们我们下次见 钟 这个 verde 还好 领道 就是 那个 那么 坦 一 我 这是 我 我 你们 我 我们